What's up music 就OK 對 但前陣子看那些新聞的時候 真的會替你捏一把冷汗 會替你擔心一下 我們的好朋友宣傳就說 你現在已經成為了社會工作者 對 關心你所居住的環境、城市 對對對 沒有這個我覺得就是 一個 它要來就來的一些事情 就去 做自己要做的東西了 我自己倒是沒想那麼多 就是 因為你就是作為一個公民 就是你看到一些不公義的事情 或是你看到一些學生 他們為自己的一些想法去堅持 或去嘗試的時候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最能出動到我 那 反正有一些畫面 就是 它出現之後就是會啟發到我 我自己的一些心理的那種火 所以就去憑著感覺去走路 對 所以這算不算也是一種成長的過程呢 你被觸動了一些事情 然後到了一定的一些年紀 或者是看過了更多的世界之後 你就覺得有些事情 它其實是這個環境或這個世界 在教你或帶著你一起走 這個絕對是 對 因為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一直會出現一些新的衝擊 然後一些新的挑戰 那 就跟很多其他藝人不一樣 因為很多藝人可能他們就是 固定了某一個路 或是某一個模式 他們就一直用這樣的方法去走下去 但我就是 沒有這個選項 就是 一直會有一些東西 撞過來 然後我要去 去給 給反應 或是我要去應對 那些 那些不同的狀態 但這個其實 也是好事啦 可能也是我的個性本來就是很喜歡 去 檢閱自己 或是去 一直去 去 進化 或是一直去 進步 那 只是沒有想過 欸 突然從一個 歌手的身份 就是突然多加了一個 就是社會的 那種 那種 就是公共事務的部分 這個是 以前可能沒有 沒有想像的到的 對 你剛才用了說 哇這也是一件 好的事情的時候 就代表其實 你走過這些可能比較辛苦的階段囉 畢竟像網路那麼發達 也有很多網路的 留言 文字 我倒沒有 去這麼看這件事情 因為 一直以來我都是 真的憑著我覺得 對的 的感覺去走 那 反正 其實也不只是一個歌手跟粉絲啦 就是 你跟朋友 或是你身邊的人 其實 也會有 有聚有散 的 的時候 那 只要你做的事情 就是 你真的是平革良心 然後你 不要去違背自己的一些原則 那 我覺得其他的東西 他自然有他發展的一個方法 對 那 而且 我覺得 就是 做一個歌手 你 最重要 要做到的事情 是 你 要去感受你的生活 然後你要感受你的生命 然後把這一些的經歷放進你的創作裡面 那 因為那個創作 或是你去 用歌曲 用文字去表達自己的這個平台 或是這個方法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麼做到的 像 文學 為什麼有它的存在的價值 就是因為這些 這些作家 他們有那個 敏銳度 他可以去感受到一些 生活中很細微的一些東西 那 他可以把這些感覺 變成文字 把它留存下來 那 我覺得歌手其實也有這個責任跟身份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一些感覺 用旋律或歌詞或創作去留存下來 那 說不定那個 可能有一些人聽到他也會 對於他的生活也是有一些啟發 或是 甚至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時間的限制的 我現在做了這首歌 或是我講了 做了這件事情 可能到很後面 才有人聽到或看到這些東西 他才會被啟發 那 這個我覺得是 就是做一個 創作人 最需要做到的事情 對 就代表你跟不同時期的人 或是不同區塊的人 在用音樂 或是用你的文字交流的時候 他有一個共鳴 那個共鳴不會被年代 或是被當時的環境 可能會那麼限制住 他們可以找到自己 可能有被撞擊到的一些情緒 對 在裡面 一系列你做的好多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有一個 你就是不後悔 因為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些什麼事情 對 就是唱歌 演舞台劇 然後從事了這個公民的活動 每一次好像對你來說 你的不管表演工作或人生歷程 它都是一個全新的撞擊 就是全新的開始 但是你都很明確的知道 其實你如果不做可能才更會後悔 對 因為 嗯 這種就是 怎麼講 就是你 你的價值放在 哪一個位置上面 就是你的重點是放在哪裡 那一直以來 其實我對於就是 呃 名利的那部分 不是那麼的重 當然我不能說完全 沒有那個那方面的想法 對 是一個工作你要吃飯對不對 對 但那個我覺得比起 呃 就是我的歌曲其實一直在講的那種自由啊 或是對於那種 呃 自主啊 就是生活自主 然後 呃那種 堅持等等的這些價值 永遠是排在第一位 所以 如果 呃 我要犧牲 一些物質的部分 去 去保存 另外的那些 我剛剛講的那些的話 那也是 必要的 對 辛苦呢 在唱片公司的環境 或是歌手的環境 就是說 你就唱一些大hit歌嘛 可能會有一些 呃 不管是現在是數位的點擊 嗯 就會就會很厲害 那相對於對於你歌手的一個運作 他當然所謂的人氣跟買氣 嗯 這個你自己就會需要有一點衡量或取捨 我倒是覺得如果 我是要為了這些去呃 忍著 忍著不去做某一些我覺得對的事情 那個才真的是辛苦 嗯 對於我的個性來說 我真的 我我其實我後來也有想 因為我前呃幾個禮拜吧 就有收到一個年結 年結單 就是就是你知道唱片公司就是 半年才會結一次帳 結一次的百歲啊對不對 那我就看到其實 我在呃 去年呃大概佔領之前的一年 嗯 那段時間其實是我入行以來 賺錢賺的最多的一年 哦 對那後來就是從佔領之後的 這個那段時間你就看到一個很大的差別 嗯 那我那一刻 因為我是一個怎麼講就是 我我不是一直會算著啊 我這個工作有賺到多少錢 然後我一直會計算 今年會有有多少收入 所以在那一刻我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哇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我就立刻第二個想法就是 我有問自己 那如果就是現在我我那個前幾個月沒有去做到走那一步 嗯 然後我閉嘴了呃可能可能可以賺更多 然後我會更開心嗎 然後那個答案就很明顯告訴我 我的我做的走的每一步都是對的 嗯 對價值觀的不一樣吧 嗯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會會覺得這樣犧牲很大 但呃我我真的完全沒有這個想法就出現過 反正因為現在有這個身份上面 的改變 然後我倒是覺得更自在 你懂嗎就是 你更能夠講了嗎 對就是 以前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心底話 嗯 還是沒辦法 就是你要顧慮到某一些事情 然後吞了一半進去 對對對你還是會有一些保留啦 就還是盡量去坦承 但還是會有一點點就是 欸不要講得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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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這樣 對 那現在是連最後這個防備的那個門都開了 有秀漢啦 對所以就也然後你走了那一步之後 其實感覺就也OK啊 就是也沒怎麼樣可能更更更多的可能性已經出現了 因為這個這個其實也要講到這個整個娛樂圈的運作就是一直以來大家都很很容易就是掉入一個模式裡面 然後因為那個方法OK 它Work就是它可以幫你就是賺到某一些的地位或是某一些的認同 那你就因為那個很很舒服的方法你就會覺得我就一直這麼樣走下去 但我現在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些新的方法 但那個轉變其實是好的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保持一種靈活 然後一種就是一直在在滾動的那個狀態 對這個這個比較適合我 對 知己耶就是在你欣賞你的作品的需要知己 然後你工作的夥伴 你的經紀公司或是商品公司在合作 那也是一種價值觀上的知己 就是要能夠合得來 嗯 然後可以支持你 嗯 這也是我覺得藝人也是一個事業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嗯嗯 這真的蠻重要的 嗯 但是很開心的是你以歌手身份回來台灣了 三場的演唱會 廣告回來之後馬上告訴你 何韻詩今天哇再次以大家其實很熟悉很愛的身份 歌手開演唱會的身份回來我們台灣了 台北跟台中 但sorry我們每次都是這樣子跟你介紹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票是賣光光的 沒有沒有還有家場啦 還有家場是不是 還有家場是不是 還有一點啊 我好怕我們這個錄音播出的時候呢 全部又給他賣光光了 欸 這真的是一個很感動的一個事情 你還沒有來做宣傳的時候門票就是 就是 你就看到就是 So out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要不就是就能極少的一個門票量 是的 我是非常 感谢我的这些 这么始终的粉丝 而且也是因为有 他们我才有 就是算是一种定心 定心玩 对对对 你就可以很任性的去 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因为你就知道 无论你怎么样走 他们都还是会在那边 然后还是会 起码有那个数量的人 他们还是会支持你的 那那个 那个就是 完全是 所以我搞成这样 是因为他们 对对对 当然了背后最大的一个 支撑力量 除了来自于家人 爸爸妈妈之外 就是你的粉丝 跟歌迷朋友 台湾的任何一个 life house或life的场地 我觉得你都应该 如数家政 你都太熟悉了 就好像老朋友一样 久久又来跟你们 碰一个面 大的小的中的 你都知道 那个空间的温度 或者是他的磁场 是怎么样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 我广东话就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 即阴得 就是 即阴得 哈哈哈哈 就是之前有做下来 种下的一些东西 现在就是 终于他就是 有发挥到他最大的用处 有累积了 对对对 所以 反正这个真的是 就是很感恩的地方 就是而且我也有 就是说笑的 因为我这个演唱会 就是有很多 搞笑的一些名字出现了 他真正的名字叫 reimagine 就是重新想象 然后也有一个中文的名字 叫自定义 但因为我在谈这个名字的时候 有跟一个朋友一直在聊 然后他大家就乱丢了一些 一些名字出来 其中有一个就是 我有保导 呃 其实真正后面 的那个 那个名字是 不能讲出来 所以我改了一点 就是 但这个 是 只是搞笑啦 但也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 呃 就是 香港 香港当然也是我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但 我觉得 再有另外一个 呃 就是 另外一个地方 是你 很有感情 然后那个地方也是对你 呃 很欢迎你的 嗯 那那个 其实 对于我去做很多事情是 呃 给我很多的信心 从字面上来看的话 我们这次是要 是要怎么样想象 何韵诗呢 是什么样子的一种 而且还要 重新的再想象 呃 这个我 其实是一个 一个statement 也是一个问题 一个问号 就是reimagine 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呃 在这一年内 无论是香港也好 或台湾也好 呃 都出现了很多 状况 或是很多的 呃 社会的一些 新的生 生态 嗯 那呃 这个reimagine 就是重新想象 我们的生活 或是我们 在这个社会上面 的一个位置 或是角色 呃 在我身上出现了 就是 从 呃 去年的占领开始 然后我发现 我除了歌手 这个身份以外 原来我还多了一个 呃 这种 就是社会运动 上面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角色 那怎么样 把两个 身份去融合 然后好好的 两个 尽量的利用的最好 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 今年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但这个状态 不只是在我身上出现 我觉得在我们台湾或呃呃香港两边的年轻人都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 自从这些呃运动爆发了以后 那呃呃怎么样去呃好好的用自己的一个公民的位置去发动一些或是去去呃呃去产生一些新的动力 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想一想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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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嗯 才能检测 不屑的心脏 然后我能穿越大风大浪 打到敌人群对 全力一封 连头也不回 无奈折制你越来越远我拼了命寻找真实感 缺空再存在不存在无法醒了 哦哦哦哦 变成钢铁的我抵挡无数的劫 赢得胜利又怎样 我多想可以脆弱到失去淡量 一碎的那颗心脏一样 变成钢铁的我助力茫茫战场 暗地你独自疗伤 若我再当热烈 激昂的爱 任何武器都只是 空白 你独自疑 根本想如何 变成钢铁的我为谁奋斗坚强 长生不死又怎样 我多想可以脆弱到旧山石灰 风轻轻一吹仿佛大雪纷飞 变成钢铁的我天天重回战场 眉头再美心很美 若我卸下装备放下所谓 不再再不不再徘徊 钢铁试着腰变成的 从4月1号开始一连三天 两场在台北一场在台中 何韵诗的演出 一场live的演出 希望你可以重新的也在想象 他当然自己也要再次的重新定义自己 可能对于表演 可能对于社会 对于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这一次的音乐当中 是不是 还是要有我们一些熟悉的歌曲 但是音乐重新的编曲 或重新的run down的排列之后 你又可以听到了 你刚才说的是不一样的态度 而且属于2015年 你有了一些触动之后 就像堆积木一样 你歌曲重新的排列之后 又会有一个你全新的体验 我现在还在细想这个run down的部分 但我觉得那个感觉 因为一直以来 何韵诗还是 其实算是蛮坦诚的一个歌手 但我觉得 今年这一次 跟我上一次的一个演出 可能那个转变 也是让我再更坦诚的 那怎么样在舞台上面 可以表达到这件事情 然后怎么样表达那个 把那个抗争 那种自主放到生活里面 那我希望可以从这个演出里面 可以去表达到这些事情 但很幸运的是因为我一直以来 我的歌曲都是在写我的一些信念 或是我的一些从生活里面 明白到的一些道理 那所以 甚至回到真的最刚刚开始的那些歌曲 到比较近期的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很接近的脉络 对 所以那怎么样去从这些歌曲挑出一些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然后跟这一次的 现在的这一个状态的我 也能搭上的一些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是 这一次的Rundown 最想要表达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更贴近大家 现在这个身份 你以前曾经有想象到过吗 我觉得可能没有想得那么仔细 但是有觉得过我会 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往那种抗争 但我一直以为 就是从我的音乐里面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可能就是比较个人的一个部分 但真的那么变成一个公共事务的 这一块倒是没有想得那么 没有想象得到 所以名字取得很棒啊 就是你必须要重新的再想象 重新的又再把它 思考一下下 有些画面可能是曾经很片段的出现了 但它重新的思考了之后 再接上来这个 自定义也对 就是对于好像是 你自己真的是必须也在阅读一次自己 对 而且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那个任务 就是从我的身上 我自己去感受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 那我从那个过程中 我去学到一些什么 我就把它放进我的创作里面 那透过这个过程 我让一些听到我的歌 或是看到我的任何的文字的一些人 一些年轻人也好 或是一些已经是成年 他们自己有在走自己的路 但可能有一些迷失 或想不通的事情的一些人 他们听到的时候 可以给他们多一些 对于生活的想象 那这个 所以reimagine 我觉得不只是我 就真的是 大家都可以去 去感受一下 因为世界是确实 因为去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而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就 大家对于 我们的社会应该怎么样去运作 或是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是我们自己可以去 自主的 这个其实 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去 完全发掘到 对 所以怎么样去把这些挖出来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变成自己的一个平台 这个是我觉得 未来 在我们这两个地方 都可以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重新要定下意义 然后重新要想象生活 要重写一个新的节奏 但你有想象到另外一块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就 最后没办法唱歌了呢 歌一定是唱得到的啊 你还是可以唱 对不对 做音乐还是可以做 我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大家常常 可能这 从八十年代开始 就对于歌手这个 这个image 就是这个身份 或是这个 这个角色 就是有一种定位 就觉得你就是应该要 大概这个模样的 或是用这样的方法去走 然后慢慢到近年 比较可能 因为内地的一些 就是他们的一些经济的起飞 那然后我们就是香港或台湾 有一些 就是这个娱乐圈 有很多瓶颈 那变成大家就觉得 应该是要这么样去走 去赚钱 怎么样去定自己的位置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缺乏一个imagination 就是 其实歌手不应该只是可以这样子 然后我也很不甘心 就是说 因为 因为某一些因素 然后我们的乐坛 就是越来越被自己的歌手放弃 那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健康的一件事情 所以 怎么样去 重新想象歌手这个身份 我觉得 是可以想一下的 因为 以前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新的 新一代的年轻的歌手或乐团 其实他们也有在找方法 你有态度的 他们自己有态度的 那 我们是很需要这种 活化 这个空间 或是这个行业的这一些动力 那 就反正 我觉得很需要啦 因为 你 不可能单靠某一个市场 然后就牺牲了自己的东西 这个是 这个是 在很长的一个长线来看的话 其实 慢慢会自己灭亡的 就是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乐坛 就是越来越没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是 不可以这样的发生 就是 其实这种 这种 这种事情就是 要有一些人去 跟你一起去 去走 或是 有人先给你去示范一下 原来那个是可能的 就像我之前 我自己出柜的时候 也是因为之前 黄耀明 他就是有 做了这个动作 他come up 然后 就留给我一些 能量 或是一些 一些 勇气 去做 那 反过来就是 我 我自己也可以去 去 去 你的勇气 要给谁呢 对不对 我留给哪些朋友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 不一定是公众人物 我觉得 像 我 我也是被那些学生 在那个 九月的时候 他们 冲进 香港的那个公民广场 我也是因为 他们的 那个 那一刻的勇气 所以 我有被 感动到 然后我才会决定 这样走出来 那所以这个 其实 整个世界是 互相的在 有那个互动 然后那个 你的磁场 会影响到 我的磁场 其实那个 我是蛮相信的 另外一种蝴蝶效应 你这边拍一拍 翅膀了之后 可能就是一种波 或是一种磁场 就感染到 很多个人 就像你在舞台当中 你刷了一个和弦 或者是你唱了 一段歌曲 这种就感动到人的时候 也许不是在当下 他可能会 哇 很有feel 可能回家之后 然后可能半夜 重新又在听 你的歌曲的时候 哇 那个后座力 就来了 来吧 跟着何韵诗 一起活化吧 活化你自己 也活化你的环境 从4月1号开始 到4月2号 4月3号 你热情的活化三天 三天耶 连唱三天耶 可以哦 还好 因为这种 这种其实 这种life house 它用的 那个能量 有点不一样 就是跟做那种 很大型的演唱会 完全是两个 两个 两个职场 就是 这种 真的是一种 朋友的聚会 然后你 那个台上跟台下的 那个 那个 那个距离是 几乎是没有的 就真的是 是大家去感觉 那一刻的 那种感动也好 或是那种 喜怒哀乐 我觉得那个 那个是我非常享受的 因为我上一次 其实 来的时候 上一次的 台湾或香港的演唱会 都是 就是比较大型的 那当然那种 也可以表达到 另外一个感觉 或是另外一些画面 但 这种life house 其实 真的是 我是从 五年前来台湾的时候 第一次发我的 无名诗 就是 完全 迷上了这种感觉 那 现在这个 重生或浮出的 这个演出 就是选择在这里 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也在一次的 走遍 这样子的life house 又找回当时的能量 对对对 而且 就希望 我的一个 一个愿望是 把这个 这种文化 带到香港 就是 因为一直以来 香港都没有办法 做起来 这种 这种life house的文化 那 但是如果 把你放 再放到香港的话 有没有这样子的空间 所以这个是我 今年想要尝试的 一件事情 对 因为 我觉得香港 没办法 做起这个文化 也是某一个程度上 也是因为没有主流的 一些歌手 愿意去这么做 因为大家 可能算起来就 还是做一些 比较大型的 会比较赚 或 就是反正 就那个 那个budget 就是 算起来 就是 没办法 这样子 那 所以就没有人做 那 一些小的 比较 indie的 他们 他们也没有办法 去承担那种 那种 那种 预算 所以 但我 我是觉得 可能有办法 做起来的 尤其现在的 年轻人 就是香港的年轻人 他们对于 本土文化 这块是重新 有一个兴趣回来了 那 怎么样去提供一些 一些东西给他们 然后让大家重新 爱上 这个广东歌 广东的文化 我觉得 可能现在 今年 或这几年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几年前我来 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有一个 蛮 深的一个感觉 就是有一天 我经过 那个 女巫店 然后 我就看到外面 有一个牌 就写说 陈其真 他会在这边 几月几号 就是唱个几场 这样 那我就很惊讶 因为我就想说 他就已经是 可以唱进 小巨蛋的了 那他还会唱 旅屋店是 五六十人的一个场地 那他还是会 在那边 有一些小的演出 那我是非常的 有备 有被那个 就是 有打到吗 被撞击到 有一个 到现在我还记得 那这个我觉得是 香港的歌手 可以去 试试看的 一个 一条新 也不是新的路 但就是放在香港的话 是一直没有人去尝试的 那 反正 这个时间是一个 不错的 喜机 好 那请先从台湾这三场 我们再给你更多的能量 好不好 4月1号 2号 3号 自定义演唱会 Sorry 4月2号 卖光光了 4月1号的话 热情加开 4月3号的话 哇 这对你来说是新的场地 你没去过的 台中的Lexy 这也是很好玩的 除了成功之外 我觉得它更具有的意义就是 给你自己 更多的音乐的能量 嗯 对 我会从这边拿一些能量回香港 一定要 然后继续的 再继续的动起来 好不好 我们因为 一样到现场去给你加油打气了 我们的最爱 我们的好朋友 欢迎你 这个话应该可以说 欢迎你回来台湾 对 何韵医师 加油咯 谢谢 谢谢 这城市太多寂寞 就要引起骚动 这夜晚太多难过 需要朋友来懂 谁都是隐藏自我 谁都是笑着哭着忍着 谁都是这样生活 谁都谈求快乐 如果我的身体被谁取代 那我的灵魂也永远与你同在 如果我的生命不再存在 有我唱的歌 就像爱与你同在 我们不会分开 我们不会分开 我再次落空 我再重火过来 我再重火过来 至少我很快乐 至少我很快乐 如果我的身体被谁取代 那我的灵魂也永远与你同在 那我的灵魂也永远与你同在 我们不会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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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灵魂也永远与你同在 如果我的灵魂也永远与你同在 如果我的生命不再存在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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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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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